大家好 我是分子转路共振系统 分子标靶软体的发明人胡友林 女性于一生中极大的机会 患有一至二种妇科疾病 也有极大的机会在患病的同时 需面对每个月报到的月经 以及经历经痛的困扰 我们特别制作两集关于痛经的处理方案 前一集的主题是原发性痛经的治疗方案 这集的主题是介绍剂发性痛经 剂发性痛经是指器官因产生实质性的病变 而导致盆腔炎、子宫肌瘤、子宫内膜异味等 首先我们介绍盆腔炎 我们分别以急性期和慢性期来说明 第一,急性期的临床症状普遍为 发烧、肤痛剂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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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 白头翁汤两张 好 这个是急性期使用的方案 再来我们看慢性期使用的方案 慢性期的临床症状可以再分成两类 第一型是气质血淤型 患者平日少妇会隐隐作痛 月经来时疼痛加剧 疼痛的地方固定 金色紫暗白带增多 可以用痛经方两张 再加相妇盐弧各一张 痛经方B找T 使用痛经方两张 相妇盐弧是单方C 相妇一张 盐弧一张 这个是第一型气质血淤的方案 我们看第二型 第二型是寒凌气质型 寒凌气质型的患者 少妇脏痛会觉得冷 腰容易痠痛 胃寒四肢冷 精量少 颜色暗 代下清晰量多 这时可以用痛经方两张 再加独活寄生汤 好 第二类型 我们用痛经方两张 再来独活寄生汤 再S 这个是寒凌气质型 寒凌气质型容易出现腰痠痛的情况 所以我们会另外再加上独活寄生汤 好 我们再看第二种子宫肌瘤所造成的痛经 有20%以上的妇女患有子宫肌瘤 它是一种良性的肿瘤 发病原因可能与女性的荷尔蒙失调 长期受雌激素刺激有关 或可能是子宫肌肉组织产生变化 过度的吸收女性荷尔蒙 致使细胞过度增生而成肌瘤 也有可能与遗传 染色体异常环境等有关 患有子宫肌瘤的女性 依据不同的症状表现 在处理痛经的方案时 也会有差异 大致分为两行 第一行月经淋漓不断或大量出血 经来腹痛 平日排便不畅 烦躁口渴喜冷饮 睡眠品质不佳 可以用三黄汤两张 B找到4 三黄汤两张 这个是喜冷饮的情形 如果患者是喜乐饮 那么就用崩漏方两张 崩漏方是喜乐饮 三黄汤是喜冷饮 再看第二行 经来腹痛容易腹泻 胃重口渴喜冷饮 容易腹泻胃重 大部分都是喜冷饮 我们就用腹痛方两张 这个是经来腹痛 这个是经来腹痛容易腹泻 胃重口渴喜冷饮的病人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种 子宫内膜异胃胃症 子宫内膜异胃症是子宫内膜组织在子宫腔以外部位生长而引起的病变 一称子宫腺肌症 子宫腺肌症会造成不孕 月经异常 以及筋痛 因为我们的主题是痛经 这部分我们仅就痛经做说明 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行含铃血淤 患者的经色暗而有血块 经形腹部有最痛感 小腹觉凉 热食或热敷后会感到舒服 这类患者可以用人参肝浆拌下汤 两张 以及排龙散 两张 再看第二行 气质血淤型 患者经形不畅 经色止按有血块 经形小腹脏痛 而经前容易弩防脏痛 胸斜脏满 烦躁易怒 这类患者可以用痛经方两张 跟排龙散两张 痛经方两张 排龙散两张 这个是第二行的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行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行 乐欲血淤 患者于旌旗发热腹痛 口渴洗冷饮 大便避结 可以用骨盆腔发炎方两张 跟排龙散两张 有骨盆腔发炎方 这个是第三行 乐欲血淤 今天我们提到的各类型痛经的症状 如果患者同时都伴随发生 乳房脏痛的问题时 也都可以再加上一位16位流气饮 我们把16位流气饮点出来 16位流气饮在S 只要有乳房脏痛的问题 我们都可以再加上16位流气饮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银机讲师已经开始报名了 欢迎大家上百朝的官网去查看细节 希望大家能够踊跃报名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